嗨,大家好,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5月27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歐吉桑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不能不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 新郎威尔斯将增加能源账户支付援助 EAPA 从300澳元增加到400澳元 这表示每个家庭的代金券 每年从1200提高到1600澳元 这个项目可以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 而昆斯兰州长宣布 为了缓解居民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压力 政府将提供175澳元的电费返还 这项措施将耗资3.85亿澳元 好,接下来 今年澳洲的最低工资收入 有望增加4.5% 是12年以来最低工资的最大增幅 目前该项意见书已经提交公平工作委员会审核 当然雇主团体也表示 超过3%的工资调涨都会对经济复苏产生破坏 因此这样的政策是否可以实施还有待考验 好,最后一则消息 自从澳洲去年取消与法国的潜水艇建造合约后 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但是自从澳洲新的政党执政之后 法国总理马克龙私下恭喜了澳洲新总理Anthony Albanese 并于昨天晚上答应新总理 重新与澳洲建立互信互利互相尊重的关系 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哦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